升星了升星了 这把打完就要升到王牌九星了 嘿嘿 又是第一个到二楼的人 不是这人 刚我弟就被捶了一拳 真够倒霉的 他这一拳还挺疼 捶了三分之一的血量 这人没人忙 赶紧喝杯饮料回复一下状态 有人来了 过来了 肩香打 不是 这个人他操作怎么这么奇怪 正常一步都在门口停一下吗 他怎么直接就跑过去了 害得我们跟上都没跟上 不过好在这波运气比较好 我们的狗杂子弹油发 打中了他的头 辅助瞄准立了大功 现在双方机油包都打上了 再次发起进攻 率先掐雷 他在门后换子弹打门 漂亮 哇单字ID啊 他这个ID起的不好 遇到他好多次了 他老是输 他是起个赢会不会一直赢呢 油脚不省 来人了 小呆瓜 等他上来 嗯没上来吗 他怎么给打起来了 另外一个人肯定是残血状态 我们跳下来把他收掉 但是人呢 在门后 嘿嘿 门前一站不动 考验敌人心理素质的时候就到了 这个时候他躲在墙角 打药也不是 不打药也不是 可能就会出来忙我们 只要他敢露头 我们就开枪 不过他运气真好 暴露门枪头 与其主动进攻 不如等人来送 拿下 这个人身上穿的火箭上女101应该是8的 他的头盔都没有皮肤 又来人了 看到了 这人打得很稳啊 虽然这颗手雷没加死 但是鼎肯定是耳鸣了 他听不清我们的脚步声 直接跑过来把他收掉 我的乖乖又来人了 一颗预判雷 好像没预判到 一喷两喷 没喷中 再喷 他在墙角 拿身体勾引 骗他出来一喷 六杀到手 成为奔场 守卫淘汰王 学校楼顶有个人 感觉挺呆的 他也不开枪 过来把他打了 不是哥们你怎么是人机啊 前面有人从天上飘下来的 应该就在这栋红楼里 过来把他干了 哎呀完了 喷喷 喷喷 别慌别慌 试探不 骗他 等他出来 露头啊 不露的话我们就跳床出去 没跳出去 再试探 试探 试探出来 漂亮 我的妈呀 吓死我了 感觉这波有点冒进了 应该摸清敌人十里 难道是什么武器 再翻双进去 不过还好 也是思学取胜 极限反杀 这个号是公共在玩 又来人了 我只是负责解释一下 这公共心理素质足够强硬 要是我的话 我刚才肯定就没了 空中头顶顺暴 两颗手里都没有炸死敌人 但应该炸残了 听脚步声敌人好像跑了 还真跑了 怂了是吧 这小呆呆跑都不知道咋跑 哎呦 买一送一 这还有个人机 十杀到手 现在常还有三十六名敌 感觉这把有望突破二十杀呀 开龙的战车去找人杀 公路旁边有一个 换位射击直接拿下 二楼有人看到了 在楼梯口 捏雷 看他下不下来 没下来 没下来继续捏 出来了一喷 换个位置 再来一喷 外城里面有人在打架 看能不能偷一下 有机会 偷死一个 赶紧上车 哎 撞车了 这位置不错 全中心 二城去外有人想进圈 捏雷炸他 拿下 现在常还有八名敌人 刚才扫车把EOG的子弹扫空了 感觉公共敌封印挺个包 挺点子弹啊 挺点5.56子弹 顺便开车进圈 刚才那位置都已经不带圈了 我载了 落了有人 别慌 别着急进 这种情况 着急进的话 很容易被人起火 分析一下局势 判断一下时机 风可烟 别被侧边的人打了 烟雾风失败了 来人了 一喷 这颗烟感觉像给敌人疯的 算了首战 加了29分 成功拿下 朝九王牌 九颗星 虽然没吃鸡 但是我们杜杰成功了 距离无敌战神 也是更近一步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